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要介绍这个脆皮鸡腿 就是广东的那个有名的脆皮鸡的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小家庭买一只鸡太多了吃不完 所以我们就用鸡腿来做 那么鸡腿呢你买土鸡和的半土鸡都可以 一只和的两只都没有关系 首先呢就要把它烫熟 这个烫熟的时候呢 不必要烫得太熟 锅子里头呢放六杯的水 然后呢放花椒 再放这个拔角和这个橙皮 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加少许的盐 就让它滚 滚一会儿滚差不多十分钟 喝的五分钟也没有关系 那么就把这个鸡腿那下去呢 一起来烫来烫来煮 那么这个煮呢就把它煮成这个八分熟就好了 煮成八分熟 那么就可以把鸡腿拿出来 那么这个鸡腿这个脆皮的这个皮吃起来 为什么那么脆呢 因为那个上面呢磨了这个糖浆 和这个醋的混合料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糖浆 你也可以用麦芽糖把它调这个 轮化了的麦芽糖一汤匙 另外呢就要放醋 这个醋呢最好是用这个苹果醋啦 或者是蜂梨醋比较有香味的醋 那个一汤匙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还要再加少许的这个太白粉 就这样子还要加两汤匙的热水 那么把这个东西呢好好地给它调匀 调匀了 调匀了就用这个来吐在那个这个鸡的这个皮上面 那么等到这个鸡腿煮了差不多八九分钟啊 那么就已经有八分熟了就可以捞起来 捞起来以后呢要记得把这个水分呢要擦干 这个水分要擦得很干很干啊 不用有水分 这样子干了以后呢就用这个 醋跟这个麦芽糖的这个调好的这个汁呢 来这样子淋的上头 也可以用刷子刷啊 这样子多淋几遍啊 多淋几遍 那么就可以呢用个绳子把它扎起来 来这个去挂在这个有风的地方呢 去给它吹风 那么用这个麻绳和的草绳都可以 然后呢就可以给它来这个吹风了 这个吹风的时间呢要六个小时啊 就挂在窗外头 有风的地方就这样子挂着 那么等一下你去看看 一个钟头以后去看看 如果干了 你可以把这个汁呢再去给它淋一遍啊 这个淋的次数越多 它粘住的越多 就等一下呢就是更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天不亮的时候呢给它做的 天不亮也就是今天早上了 那么已经经过了六个小时以后 它很干很干的 那么这个呢很干的呢就可以拿来要炸了 要吃的时候呢才来拿来炸 那么这个炸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油的温度不能太高 太容易焦了啊 这样子放进来炸 差不多是四分到五分热的 四分到五分热的这个油的温度呢就可以拿来炸 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 那整只的鸡的时候呢我们是拿着那个脖子 一直把这个油先往上淋 那么这个鸡腿呢比较小 因为我们在这个煮的时候 这个鸡呢已经是八九分熟了 那么在经过炸 反正这个是个人的喜欢呢 有的人喜欢吃很熟很熟的 有的人喜欢吃比较嫩一点 通常呢广东餐馆里做的东西呢都不会是很熟 有个九分熟也就很好了 这个骨头还是红的 但是肉呢已经熟了 这样子的这个程度就好了 这个就是吹皮鸡的做法 那么今天呢给人用鸡腿做的 所以就是吹皮鸡腿 要用厚的刀子慢慢的来剁啊 来剁这个鸡 好 这一只还在这里 因为这个火很小 所以这个颜色呢是慢慢的来变 慢慢开始这个变黄 开始变红 这个不能着急的 如果油太烫了一下子 它马上就会变焦掉了 那么吃这个东西呢 通常盘子旁边呢 还可以放几片那个柠檬 吃的时候可以挤给它 那么这里呢是花椒盐 用上花椒盐来吃 好了 今天给您介绍的吹皮鸡腿 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